细小症状有哪些 细小病毒作为病毒性胃肠炎 那么顾名思义它首先表达的是胃肠炎的一个状态 但是它跟一般的胃肠炎或者是一个基本 并不是非常严重的胃肠炎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它容易造成出血嘛 这个我们知道拉血可能就是细小的感情性大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知道一下细小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细小病毒会使得胃肠道的黏膜出现弥漫性广泛性的出血 那么在前期可能你不能见到明显血液的时候 你就能辨别到很明显的腥臭味 那这个时候小狗主要是腹泻或者是呕吐 或者是精神不济食欲不振 当这个疾病开始慢慢发生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或者是发生的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便开始出现了棕色黑色或者真正厉害的时候 呈血样大便 并且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大便是呈喷射状 然后以及这主要是一个大肠性腹泻为主 那我们每次会发现它的大便量是非常的多 喷射距离非常的远 血腥味特别足 上述都是细小病毒主要的一个发病特征 当然疾病发病特征里面还包括什么 精神不济嘛 食欲减退嘛 或者是高烧不退嘛 洗卧不洗力不挨动 这些都是细小病毒有可能造成的一个症状 有可能可能造成的一种 帮助 那 能 没有 是